我是廣莫 上海人 平時喜歡做糕餅點心招呼親朋好友 澡黃千層糕是一道廣式點心 香甜可口又營養豐富 我們選用以去核對半切開的紅棗 加水蒸熟 紅棗和水的比例為1比2 用大火蒸約1小時 製紅棗呈軟爛的狀態 然後濾出棗子水 稍稍壓出紅棗裡所含的水分 注意不能太用力以防棗泥混入水中 在棗水裡放一塊片糖 煮至糖融化 中間注意不時攪拌 煮好的糖水放涼待用 接下來混合過篩的木薯粉和凍粉 分次匀速地加入糖水 分次匀速地加入糖水 破勻的粉漿過一下篩 讓粉質更加細膩 蒸製的時候先在模具中均勻抹上油 以防粘連 帶水沸後 將模具放入鍋中 蓋上蓋子 稍微加熱一下 然後倒入第一層粉漿 保持大火 蒸3-4分鐘 待粉漿凝結 顏色變透明後 再倒入第二層 重複倒入粉漿直至全部蒸完 澡黃糕一般做八層的厚度比較理想 所以每次取粉漿的時候要注意用量 盡量做到每一層厚度一致 蒸製完成的澡黃糕取出放涼後 要冷凍半小時以方便塑形 容易切出工整的形狀 食用時點綴糖桂花再上籠蒸熟 營養又美味的澡黃千層高就做好了 廣東煮糖水或製作糕餅甜點 常用到以甘蔗為原料煉製的片糖 如果買不到片糖也可以用冰糖代替 製作過程中不會用到棗泥 只去澡子水,澡泥也不要浪費了 可以加生薑、紅糖一起熬水喝 或者做成澡泥山藥膏都是可以的 在蒸製過程中因為粉漿容易沉澱 不能一次倒入模具,要分成蒸熟 澡黃糕蒸好後要放入冰箱冷凍塑形 要吃的時候再取自己想要的量 其餘的澡黃糕可以冷凍保存一個星期 做好東西 符楼中 k,不停 會不會不停 會不會有的 無論是入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